今天介绍动力后桥提升的安装过程 首先这些是我们要准备的材料 锁插拉线一包 铜力 镊子 剪钳 1.5的六角 披头 还有胶水 第一步 拿出拉线 把里面的钢丝抽出来 在一端 沾点胶水 防止钢线的开插 确体弹弹管 在大横梁之间 穿过 然后固定在这一点 稍微收紧一下螺丝 这里注意不要太紧 轻轻的收紧就好了 然后 烫一个桶里 然后我们在大横上找一个孔 是固定这个线用的 这样子线就会在这里固定住不会乱跑 然后 然后 我们 截取一段 适合的长度 笔画一下 就是固定 这固定在这里 笔画一下大概的需要的长度 然后剪断 第三步 第三步 先把压压杆 连通电源之后伸到最高最高点 然后我们把刚刚的钢丝线固定套管 钢丝套管先松开 然后把钢线刚刚涂了胶水的那一端 它现在就不会开叉了 你看 然后在这里 钢丝线在这一点进 然后这一点出 为什么要伸到最高呢 因为伸到最高的时候 进跟出是同一条直线 所以才比较好容易穿线 现在就顺利穿过来了 就是这样子 然后 把这个线穿到这个管里面 然后就可以往里面送线 钢丝线穿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固定 这一个弹簧管 这里注意不要用太大力 先轻轻的扭紧 两个手指轻轻紧就OK了 固定好这个弹簧管之后 我们就可以连接到另外一端 把弹簧管固定在断船 中桥的断船机构上面 我们先把钢线插入这里 固定好钢线 固定好钢线 然后注意的是 这个开关往外抽的时候 它是这里有动力的 如果缩进去的时候 这里是没有动力的 断开动力输出 抽出来 它里面的离合器结合 它后桥就会有动力 如果缩进去 它就没有动力的 然后固定了钢线线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弹簧管固定 然后抽动 这里 OK 那这一端我们就固定好了 固定好断船机构的拉线之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固定提升机构 这边的拉线 很简单 我们就轻轻的自然状态下 把它收紧这个螺丝就可以了 也是两个手指稍微紧一点 OK 然后把多余的线剪掉 在末端涂上一点胶水 防止它开插 好 这样的拉线整个过程就完成了 拉完线之后 最后一步 我们就把液压杆降下来 装上顶板就能完成了 很简单 取下两个螺丝 好 安装完成 然后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升起来 检查下断船机构 它现在是空转的 证明 是切断动力了 我们来看一下断船机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断船机构 当后桥提升的时候 现在断船机构在工作 配进去 然后就断开了后桥的动力 就完成了一个提升过程 然后升起来的时候 断船机构 结合 然后提供 给后桥又提供动力 整个过程 就是介绍完毕